为了击败绝无神拯救苍生 邪黄终于答应传授聂锋魔刀 在邪黄的带领下 聂锋来到了一个极大的魔字面前 里面充斥着魔刀的刀 聂锋尝试着将手放入魔字 只觉得凶贤是杀的念头涌入脑海 要引领聂锋坠入魔刀 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邪黄让聂锋接触魔刀刀意后 表示朱皇将创刀传授给了聂锋 而聂锋不少片刻便将其领悟 可见悟性天赋极高 可以先行修炼地上的刀法 聂锋按照邪黄的吩咐 开始紧锣密鼓的修炼刀法 竟是在半个时辰后 将整套刀法运用娴熟 邪黄见时机已至 带着聂锋来到卓氏魔池 让聂锋将鲜血滴进了魔池之中 聂锋按照邪黄的指示 脱掉上衣跳进了卓氏魔池 就在聂锋进入魔池的一瞬间 魔池内的魔水相继涌入聂锋体内 聂锋连忙询问起了邪黄 邪黄解释卓氏魔池的池水 是由天下万种剧毒搅拌而成 可以帮助聂锋入魔助救魔星 如果聂锋现在后悔 尚有挽回的余地 聂锋为了击败绝无神 必无反顾是要炼成魔刀 果断拒绝了邪黄的提议 邪黄见聂锋如此坚定 心中不由地叹了口气 再次出言指导起了聂锋 聂锋按照邪黄所述 将魔池池水逼向魔字 脑海中也回想起了过往 有快乐的也有伤心的 但更多的是与第二梦的回忆 他始终不愿忘记第二梦 随着时间的流逝 聂锋整个人沉入了魔池 魔池中混合聂锋心血的池水 也在慢慢注入魔字当中 话分两头 刀黄得知邪黄隐居在生死门 拿着争名刀要去挑战邪黄 他苦练断情七绝整整十年 就是要洗掉天下第二的血池 成为受人尊崇的天下第一 第一第二都是虚名 没有何必耿耿迷怀呢 是 就是用你所谓的虚名来评断我 第二 的确是虚名 只有第一 才是真正为我独尊的成就 刀黄不顾第二梦的劝阻 执意要去生死门挑战邪黄 甚至还为此打了第二梦一巴掌 指责他尽帮外人说话 为了避免第二梦又去找聂锋 刀黄决定带着第二梦一起上路 刀黄杀气腾腾的来到生死门 是要击败邪黄拿回第一的称号 不禁云担心他会伤害聂锋 手持绝世好剑赢了上去 与刀黄的真名刀战做一团 刀黄不愧是刀中皇者 一身实力远超第三珠黄 断情七绝始的炉火纯青 全程压着不惊云打 更是凭借一记四十米大刀 成功将不惊云逼退 第三珠黄见势不妙 出手阻拦起了刀黄 奈何珠黄本就不敌刀黄 手上又没有衬手的兵器 用不出他的创刀刀法 兵死仅仅抵挡了片刻 就被刀黄冲破了封锁 刀黄挥手一记四十米大刀 展开了紧闭着的生死门 祸不及待地冲了进去 他大声叫喊着邪黄的名字 要邪黄献身与他比斗 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卓氏魔池 见到了地上那个巨大的魔字 血红色的池水注满了小半个魔字 显然聂锋入魔还未成功 刀黄还没搞清是什么情况 就见到了浮上水面的聂锋 逆腹原来是你这臭小子 上次让你逃掉 这一次我定将你一刀两断